妙妙 原来昨天那个女生是妙妙 不好意思啊 豆豆 麻烦让一下 我也有想跟妙妙做同桌 麻烦你们换一下位置吧 杰若哥哥到底怎么了 就因为我生气而不理我了吗 不行 我要去找他问清楚 又是妙妙 杰若哥哥你过来一下 我有事跟你说 记得这里说吧 豆豆 我不想让别人听到 妙妙不是别人 他不是别人 那我呢 杰若哥哥 他好吵 好的 妙妙 你等我一会儿 豆豆 你有什么事吗 杰若哥哥这么护着他 看来我说什么都没用了 没有 没有的话你就先回去吧 豆豆 都放学了 你怎么还在外面乱逛啊 怎么了 侦探汤姆 你还不知道吗 神秘沙漠出现了一位女巫 利用黑魔法做了很多坏事啊 女巫 黑魔法 是的 他为了躲避警察的追击逃窜出沙漠 很有可能来到我们这里了 目前我们海岛已经全面封锁 为了安全还是尽量待在家吧 好 可是杰若哥哥还没有回家 不管他了 我们以后再也没关系了 反正妙妙会提醒他的 豆豆 你知不知道杰若和妙妙去哪里了 今天一天都没见到他们了 不知道 与我无关 神秘沙漠出现了一位女巫 利用黑魔法做了很多坏事 他为了躲避警察的追击逃窜出沙漠 很有可能来到我们这里了 糟糕 不会吧 副帅 你听说黑魔法女巫的事了吗 知道啊 就因为他我们家多请了一万个保镖呢 我担心杰若哥哥有危险 那我们去找找他吧 嗯 杰若 你终于来了 我和兜兜还担心你有危险呢 你和兜兜 兜兜是谁 你脑子糊涂了吧 兜兜你都不认识了 是不是你们吵架还没和好啊 吵架 杰若哥哥 最近怎么越来越奇怪了 李妙妙也有点不对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